老花一美之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这期干货满满 首先咱们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长花上面这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叶子背面有那种黑色的一个 类似于看起来像介绍种 其实这个东西它是黑色粉丝 就是像那种树狮子一样 你可以理解为是狮子 不过是生长在树上的那种 这种东西要打药的 如果说不多的话就把叶子给摘掉 如果多的话要用阿维菌树 或者是定虫米这些个杀虫药 然后顺带着要喷一些个多菌灵之类的杀虫药 或者说带身猛心这些个 因为它排泄的那个 就是它拉的臭臭嘛 它是那种甜的那种密质的 就会引起一些个烟霉病 或者说黑霉病的一些个滋生 所以说这个是病从一起治 药的话您找不到地方 你可以来我们店里面 就是全天台收老花一动都找到 一般淘店啊抖店啊手店都会有的 咱们再回答一下下一个 下个组宝说 你看我这个绣球剪得有点狠 这个没事 绣球并不怕你很剪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饱满的这些雅点 现在呢就是你可以静等 慢慢的呢 这些个雅点都会为来长成枝条 也会开出来花 这个没事的哈 绣球是典型的剪不实 但是你别想那个骑着根剪就行了 只要下面有雅点 上面您就随便剪 不怕动点 这个没事 好下一个组宝 老花一你帮我 看看啊 这个象征自己的树 肥烧了 这个花友 现在如果说 你们那边也不冷的话 你可以发快递寄过来 我给你收拾收拾啊 这个我看看这是你这种了个啥呀 他说这个肥烧了这那那的 象征自己的话呢 我同时也送给您一句话哈 咱们从树上去体现这个事 这个呢没有咱们去修剪 没有去管理也没怎么去施肥 像这个话呢 我目测我看着啊 像是九里香啊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九里香那个呢 是典型的洗光照的一个 它跟长寿花 跟你后边的那些个光业植物都不一样 它是喜欢大日照长日照 光照有点缺乏 而导致呢 长的枝条比较细弱 另外的话 你说肥料烧了 可能是你以前的时候看的缺肥 现在猛的一下用的比较多 它吸收不过来 对吧 你也可以寄过来哈 联系一下我们家后台 我帮你收拾收拾吧 下个厨保说这生病了吗 这个呢是生病了 看起来像是红蜘蛛啊 这种东西的话 最好是直接用水冲 你不想打药的话 直接用水冲干净 反反复复冲个几回就好了 这个问题不大 这是柠檬是吧 你们拍个照片 都是一页帐目的 就不能完整清晰的整体照片吗 咋的怕我看照啊 看明白啊 下个厨保说 这前几天留言说 中间焦了 看看这为什么 没事啊 个别的一个两页片 像红长这种 没事 浇了一个不要紧 另外浇水注意干湿循环 这个不喜欢强光暴晒 温柔的闪射光就行了 现在我这种感觉 另外这个花啊 已经开过了 你要给它剪掉了 肥料适当的补充一些啊 如果说想省钱的话 奥驴一号是不错的选择 下个厨保说 你好 我家巴西木叶子 一直是黄色的 这个巴西木 现在就是缺乏营养啊 缺乏营养 但是呢 它又没长什么根 这种呢 就是一般啊 我跟大家说 像这种树干类的 就是不长根的这种树桩类的 刚长出来这种叶子 有点发黄的啊 一个就是说缺乏营养 再一个呢 可能是温度不够啊 这种呢 也需要一点点的光照 你别一点光照都没有 另外的话 我看您这个是不是还是不是给它老缺点水啊 泡水的话浸透一厘米就行了 像巴西木这种 好吧 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下面在薄薄的垫它一厘米的土 上面有一厘米的水 这种半水肥的状态 它们长得会更哇塞 别的没事啊 你像现在长出来叶子有点黄 可能是贫荣的原因啊 也可能是缺肥 这个就这两个原因 好了 今天养黄问题呢 就简单的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的养黄问题呢 可以视频下面问一下 当然了 你如果说有一些个花 你自己白弄不了了 你可以发一些快递过来 我帮你寄养 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给你寄回去的话 来回快递费自己出啊 我发现有的花儿说 太好了 不行 寄养不要钱 快递费自己出 最好是发顺丰和京东 别的快递收不着 因为我这个地方比较不欠 谢谢花儿们的支持 我是老花一 养黄最然一 拜拜